为在屏东市自由路的这家婚纱公司 都会举行年度二手礼服大拍卖的活动 今天中午一点活动才开始 就吸引了满满的人潮前来 二楼礼服区摆出各式各样设计典雅的礼服 原价几万块 现在从500块钱起跳 最贵到一件2000块 下杀不到一折 前来抢便宜的民众不手软 一件一件的往手里堆 很划算 算是 你打算挑几件 没有预算 2000亿卖价 便宜 自己捡到便宜 对对对 你要放他挑伴娘服啊 对啊 他这个价位 可以很合理 将近300件的二手礼服 业者规划专区 让民众好好地挑选 还提供试穿 让民众可以挑得更尽兴 整排的婚纱有的缝满亮片水钻 有的剪裁高压 做工超精细 重点是这些礼服的价格都超亲民 所以还有外线式的婚纱业者前来抢购 甚至民众还不忘为家中70多岁的老妈妈挑选一件 先让他挑一下 不过主要还是要做工艺 这些礼服其实一点都不退流行 而且还很新 只不过是婚纱店每年都得替换 业者只好来个物超所值的特卖 每件通通500元起 而且要将义卖的所得 全数捐给弱势团体运用 我们对这二手艺义卖的部分来讲 我们是运用一点资源 然后回馈给一些我们现在目前 社会当中的一个轿弱式的一个组织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借由就是结合 平凤扶轮社还有南兴国际交流协会 还有私职会的力量 然后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把全部的义卖的金额捐赠给 关爱之家爱之宝宝照顾 还有就是我们深威庭障协会 让他们去想就是把这个微博的款项 捐赠给他们这两个单位 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要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二手礼服大特卖 业者不只能太旧坏心 也可以让民众捡到便宜 难怪个个没开眼笑 直说真是物超所值 更重要的是 义卖所得捐弱势做公益 可以让弱势单位获得照顾 一举多得的活动 难怪每次都获得热烈回响 评论新闻猜的话 旅中好采访报道